有些家長對於打莫德納有疑慮 想問一下家長如何判斷要不要讓海同志打莫德納 當然我們還是要有一個同意書 家長可能在拿到同意書以後 有任何疑問可以來諮詢等等 我們並不是強迫大家都要打疫苗政策一項 都採用所謂的一個志願式的 但政府有責任把利弊之間 跟家長能夠說明清楚 讓他們比較能夠做好判斷 不然怎麼看高雄宣布說 下禮拜就要開始打兒童疫苗是烏龍嗎 我也不想他們大概 以高雄的立場希望能夠儘快 不過這都是要有HIP 因為我們現在 雖然是這個藥物在台灣是可以使用 EUA可以使用 但是它的利弊得失之間 那還是要由HIP委員來決定 問一下兒童疫苗BNT目前談判的進度 現在我們有相關的一些合約的草本 已經送過去 那還沒有得到答覆 陳秀喜老師預估疫情高峰在四到五月 然後月底單日破萬的話 醫療量能撐得住嗎 當然在破萬的情況下 當然我想會比較緊逼 不過目前這樣的一個預測 可能要兩個禮拜 還有一個觀察 看我們這樣的一個疫情成長的曲線 是不是過抖 我們盡量讓它能夠稍微平順一點 但還是希望能夠打疫苗 然後社交距離自主應變 把這做好 那輕重分流當然是很重要 至於說要在整個社會面裡面 怎麼樣來加援 除非很不得已 那否則我們還希望 盡量朝向正常生活來做 我們希望大概是在五月初 能夠盡快來上路 帶團去那個海洋大會 但是有四人確診 目前的了解狀況如何 我還沒得到這個報告 不過從昨天的帛琉來的 落地採檢有13人 那我相信那邊還是有一些 隱形的傳播鏈戰 長官你看現在 尤其議員拿你的合作當宣傳看板 您現在有開始支持你參選人了嗎 沒有